哈喽大家好,之前因为回国呢停工了好久 那最近刚回美国,本期的一个特定分享 实用视频呢,将要拍摄的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有趣的中世纪主题的立体机关绘本 那这一款呢,也是我的一个个人收藏之一 它呢,是一个金装的硬开本 大家可以从它的侧面呢,了解到它的厚度 它的一个封面呢,就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内页的每个页面呢,就是金装硬开 接下来的这一页呢,是一幕大型的 多层结构的立体场景 在这一幕场景中呢,可以看到 河岸边的那一些城市建筑 以及城市建筑下方的水路 那水路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就是这样的船只,码头,以及正在搬货的人们 在这个页面的角落位置呢 另有文字,还有插画说明 这边呢,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除了前后的两排房屋建筑 我们呢,还可以看到一些过往的人流 例如这里样的一位驾着马车的司机 背着货物前行的士兵,以及女仆 以及后方 骑在马上的这样的一位先生 然后这边的立体场景呢,是正反面 印刷36度死角的体现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视角 来欣赏这样的一幅立体画面 接着下一页的主题呢 是关于城镇中人们的生活 所以这边的插图都将体现的是 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以及文本的相关介绍 下一页呢,向大家展现的是中世纪的人们的一些手工制作 例如这一些亲手铸造出来的银币呀,金币之类的 这个页面呢,向大家展现的是骑士们的一个较量 接下来的这个页面呢,是一个立体的城堡页面 它呢,也是一个多层结构的城堡 前面呢,可以看到导户城河前的那些士兵 然后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小小的拉动机关 拉动机关之后呢,可以看到城堡中的士兵的一些日常生活 就还蛮有细节的一款 那为了更好的保护这款绘本呢 我在拍摄的时候就尽量不把它就是完全的180度展开 那城堡的这一个页面呢,它也是正反彩色音刷 然后城堡的背后呢,还有六个隐藏的小插件是可以打开的 那比如说打开这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到 小插画以及文本介绍,以及城堡内部的一些立体结构 打开另一侧的小插件呢,也是一样的设计 那下方的另外四个小插件呢,我在这边就不一一打开了 然后下方呢,还有两层的立体结构 右边呢,是一些文本和插画说明 下个页面呢,向大家展现的是战争时期 所要用到的一些武器,还有一些战争的场景 再翻到绘本的下一页,就是这一款绘本的最后一个立体场景了 那完全展开之后呢,是长这样的 似乎呢,是一座中世纪的教堂 那这一款绘本可圈可点的一点呢,就是教堂所有的彩窗 透光的条件下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那种 可以体现到五彩斑斓的那种感觉 它的另一面呢,是长这样的 就不仔细看呢,是绝对会忽略这些台的小彩窗上面的细节 但是呢,只要我们在一个透光的环境下 或者另外找个手电筒啊,手机照射一下 是可以看到那一些彩窗上呢,是真的有那些细节文案的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教堂的内部 教堂的内部呢,还可以看到那样的人形立牌人偶 就细节还是蛮多的一款 这一款绘本呢,发行于2008年 它的最后一页呢,是长这样的 略微有一丢丢的翻阅痕迹 但是它其他的页面啊,什么的 都是一个精心的状态 好啦,那本期的一个客厅分享食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呢